觀眾朋友你好 上禮拜時 台北市的六甲局局長賴襄林 賴局長其實跟我們這節目 也關係很好 也常來上我們節目 在他當局長之前 上禮拜的時候 有一位先生叫李明彥的 那他衝進去局長辦公室 拿一支這麼粗的鋼筋 就直接從賴局長的頭打下去 打的是頭破血流緊急送醫 但是我們第一個 絕對絕對完全不鼓勵任何行事的暴力 暴力必須受到譴責 但是是為什麼會有這樣子 一個流血的一個事件 賴局長在出院之後 他也說他某種程度能夠理解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最最最大的關鍵 李明彥先生 他所說的是長期以來包括臺北絕運公司包括中油這種長期濫用派遣制度使得勞工的權益一再受到打壓 受到剝削 再次強調完全不鼓勵必須要譴責任何的暴力行為 但是長期以來派遣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蔡總統在競選之前 他做出了承諾說派遣要立法來保障這些派遣的勞工至少你要做到同工同酬 至少你要做到原本他就是一個連續性的工作 上面有做連續性的工作 譬如說這個案子就是每年都要做的 譬如說臺北絕運公司 你每天都要打掃 你不可能說打掃一個月半年一年之後 你不打掃了長期固定的工作 你就不應該用派遣制度 你就要讓這些勞工呢 可以第一個累計他的年資 總不能做十年做二十年 都年資歸零 讓他沒辦法加薪 讓他沒有辦法累計年假 第二個如果說在工作的時候發生什麼工傷 像是之前不用罵事件的時候 有一名派遣的清潔工 一樣受了嚴重的車禍 然後呢一開始大家說 嗯啊臺鐵你怎麼認定呢 他也不是乘客 但他是勞工啊 很顯然他又不是臺鐵的正職員工 他是派遣公司的員工 這時候除了工商 出了意外 勞工的權益 又該如何保障 今天有啊 說再次來談一談派遣的杯葛 什麼時候才能正式的終止 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 之前呢也在臺中榮總 臺中醫院擔任派遣工 那他實在看不下去 所以現在呢他自己出來 存立一個叫做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秘書長施世青 世青你好 大家好 你之前是在臺中醫院 一開始在臺中榮總 後來又去臺中醫院這樣子 醫院也可以派遣 醫院的話 因為他認為他是非核心的業務 非醫療行為的一些比較雜物型 什麼意思 就是送送病例啊 送送文件啊 送送一些醫療設備 這些 醫療設備 對沒錯 帶病人去照X光啊 或是去做檢查 那不是每天都要送的嗎 沒錯沒錯 但是現在 我知道現在絕大部分醫院 都是用派遣外包出去了 對對對 那外包其實也不是外包公司的 你算是那個派遣公司的正職員工嗎 對 如果是這樣的 是如果契約上是屬於派遣公司的員工 那你這樣 至少每年都可以有累積你的年資 一定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薪 然後你的年價就可以累積 這樣很不好嗎 跟主持人說明一下 那如果是以榮總來講 因為他是每三年一標 所以他在派遣公司的話 一般來講 就是累積二至三年的這個年資 有可能下一標 換公司以後 那他的年資可能就歸零了 之前是這樣子 年資歸零 啊你是派遣公司的 譬如說 我是那個XXXX人力公司的派遣公 他把我派遣去台中榮總 我在台中榮總做了三年 我就累積了三年年資 這個XXXX人力公司呢 他沒有再標到台中榮總 他就去標台北馬街 那我繼續再去台北馬街 所以我第四年 第五年繼續累積年資 不是這樣嗎 一般來講的話 你如果在台中榮總工作 不太可能就跑過去別的 很遠地方 去再去那邊繼續 為了這個年資去累積 然後去那邊工作 OK 所以你在台中榮總 就一直在台中榮總 對 但是榮總可能一直在換派遣公司 對 所以你的年資 就永遠一直在歸零 對 這一個循環 你的薪水 有可能增加嗎 薪水 因為受限於榮總最低標的話 他不可能會有一個調整的機會 那譬如說 這個公司派遣公司 沒有跟台中榮總標到案 他要支錢你 他會給你支錢費嗎 不會 也沒有 對 目前沒有 所以年資歸零 沒有支錢費 是 沒有加薪的可能 對 我們再歡迎第二位勞工代表 他現在是 這其實是教育部下面的 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專案助理 蔡漢真 漢真你好 大家好 你在國家院多久 我在國家院十年了 那你年資就十年了 派遣公的年資是十年沒錯 那你在國教院有年資嗎 比照勞基法來說的話 他特休是有累計年資的 沒有問題 對 你的老闆到底是誰 誰發薪水給你 我猜他這個機制 應該是那個國教院那邊發一個採購契約 然後現在有那個派遣公司過來這邊 得到這個標案 因為這其實某種程度 應該可以說 你是career派遣公司 法定雇主是career 那你這十年來都是career的派遣公司 不是 因為我這十年來 其實應該是說 他每年都會有這個招標的制度 那可見得 他每年得標的廠商 你並不見得都會是career 所以我這十年來 其實斷斷續續 應該是換過了四五家的派遣公司 你換了四五家 對 但是十年來你都在國教院 十年來我都在國教院 那你現在在那個career的年資是一年 兩年 兩年 對 因為他去年也是承接 也是有標到我們院內的案子 然後今年他也是 也是標到我們院內的案子 所以是兩年 你在國教院理論上 應該是算很專業的一個研究案的工作人員 但是這個可以用派遣的 其實我 其實我這也是我好奇的地方 因為我們食物上面 我們執行的業務 就像我面試的時候 面試我的是國教院啊 不是派遣公司 為什麼 因為派遣公司他並沒有這些測驗評量 或者是課程或者是校正的專業 對 你譬如說你當研究助理因為我們之前也都當過研究助理你要去搜集什麼資料那資料要怎麼整理最後出來要再怎麼樣做修正什麼什麼的 是這個career派遣公司叫你要怎麼做 還是是國教院叫你要怎麼做 這一點可以確定一定是國教院 因為只有他們指揮體系是國教院 指揮權跟監督權一定是在國教院 你要譬如說人吃五股 宅糧都會生病嘛 你請個病假 家裡突然有什麼事要請的試駕 或者是說你要排什麼 你有年假嗎 這些都有 年假有啦 你要排什麼時候放的年假 也許那個出去散散心或幹嘛的 你是跟誰請假 請假 請假制度基本上就是在國教院 跟國教院請假 我們只是法定雇主是派遣公司 但實際雇主就是國教院 接受指揮體系是國教院 然後教你怎麼做事是國教院 要求你什麼時候可以修 什麼時候不能修是國教院 最後你做得好不好 要不要續約也是國教院決定 決定權也在國教院 到我以我目前的案例來說 對 決定要不要續聘我 或者是決定你 就是有沒有什麼平和 考核上面的瑕疵的 也是國教院 對 沒錯 那你有拿到資遣費嗎 你換了四五家派遣公司 被四五家派遣公司之前 你總該拿到資遣費吧 但是我的派遣公司 是這樣告訴我 他說因為你 因為你在國教院裡面 是續聘 對 但是實際上 我們只要每換一家派遣公司 你年資就歸零 特休年資 他還是合法 沒有歸零 但是資遣年資歸零 因為我每換一家 他就重新簽約 之前被計算了 對 他就重新 他每換一家的時候 他就說 那我就給你一個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家已經結束了 你要換到下一家派遣公司 他說他就給你一個 志願離職統一書 然後我們簽完之後 我明年換另外一家再簽約的時候 又從一月一號開始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我的意思就是 那 那當然 我在要派公司是續聘 但是我實際上在原來那個派遣公司 是應該是屬於一個被資遣的狀態吧 我感覺 你現在做的案子是永永遠遠會持續的案子 還是說可能今年做的那個案子 國課會不給 或者是教育部不給 這個案子就close掉 我們做的案子 他確實是有年度的 或者是五年的 或者是十年的 我舉個例子好了 其實我在這邊十年 我前面八年做的是同一個計畫 然後那個計畫是屬於長期延續性的計畫 對 但是我後來在兩年前被調到一個 一年起的計畫 對 所以呢 當然就隨著計畫的終結 然後呢 就會產生一個解聘的這種動作 你在國教院做了十年的助理 對對對 那萬一這個計畫明年結束 或者是今年結束 國教院會承諾說 你繼續接其他的案子 還是你就回家喝西北風 按照我們往年制度 其實他都會協助轉介 首先會先進行內部中心的轉介 然後再來就是進行跨部門的轉介 對 所以這個轉介制度 其實他可以 就像就像我現在面臨的狀況 就是他這三年來 他的 那個總和人力總員額就是一百六十八人 一百六七人加一百六 就是一百六千人 他人數總員額不變 我瞭解 等一下再好好請教漢真 然後我們介紹第三位特別來的 是民視交通大學 法律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邱宇凡 邱老師 大家好 邱老師我聽了漢真 我只有一個感受 這個叫做假派遣 是 真僱用 是 所有的僱用都在國教院 對 但是他的老闆 法律上的老闆呢 是在career 這個派遣公司 對 所有的法律責任呢 都是career 付 國教院沒有任何的義務 但是呢 從開始讓他進來 從指揮調度 從考基的考核 再到是否續約 甚至說 萬一這個專案結束了之後 他還會幫他轉介什麼的 這完全就是一個 聘僱的形式在 是 但這種人太多了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今天臺灣一直在談說 勞動派遣要不要立法 我們討論一件事情說 臺灣真的有真派遣存在嗎 有真的派遣 才有立法的一個必要性 那我們今天只是請來賓 來節目做個說明 臺灣是非常容易 你隨便去取樣 問說 你是不是簽過派遣契約 是 隨便問幾個 就會找到假派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是覺得說 臺灣是不是陷入在一個說 我立法就有個新的 一個局面的一個迷思 可是我們隨便去查 像這樣子一訪談 就知道說 有產生這樣一個假派遣的 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說到底有立法的必要性嗎 我覺得是要探討一下 探針的情形 幾乎是全臺灣 所有派遣公的情形 是啊 幾乎是 很少那一種 所謂的真正的派遣是說 譬如說我現在缺一個 那個主持人 我請那個1111 派一個很厲害的主持人 主持兩級三級之後 他就回去了 現在不是 我們都是一個正式的 常態性的 連續性的工作 但是呢 這些企業不願意負擔 他的勞健保 6%提撥 以及人事的相關成本 我就找一個所謂的派遣公司 他找一個人 應該說我找一個人 讓這個人掛在派遣公司下面 對 所有的聘僱呢 是我來指揮調度 但是萬一我不開心 我把它file掉 派遣公司要去解決 我不用來去解決 這才是臺灣派遣的問題 而且這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是經過這樣的訪談 才知道說有假派遣 可是問題是勞動檢查 有辦法去檢查出來嗎 如果勞動檢查 根本檢查不出來的情況之下 這個假派遣在臺灣現行之外 根本沒有辦法被過濾 然後大家就是用這種情況 因為派遣他應該是一個短期的補充性人力 是 結果像我看到說 他一派遣 派遣了十年 這根本就已經違反派遣的一個本質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要不要談立法 先看說臺灣真的有派遣嗎 如果雇主都不是用派遣的原理 來雇用派遣勞工的話 其實這個立法沒有標的 你的態度說 在談要不要立派遣專法 或專章之前 你先把所有的假派遣的問題 全部都讓他消失 不只還有更大的前提 政府有沒有能力 來分辨真假派遣 如果連分辨真假派遣的能力 都沒有情況之下 怎麼去談立法 我們歡迎第四位特別來賓 是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的研究員 大家其實這兩天 對他應該有一些印象 在前天禮拜六 臺中花博開幕的時候 市長林佳榮在講話 他衝上去拿了個布條 很快他被拉下來了 他說你到底是怎麼走 我們歡迎賀光萬 光萬你好 來賓大家好 出席 你穿起去要做什麼 我像我拿著布條 我就要看布條 你都被拉下來了 仔細看 我那張布條被沒收了 那張是要做 我把它整句練完 你拿高一點 沒有 這個都陣容殺人 花博懶紅 最後一個就是我拿上去 拿反了 有很多的那個網友在那邊笑 真的是 如果你如果你來去衝這個現場 我想你應該也跟我一樣 那最後一句就寫 立即關閉森榮活虎館 我其實是拿那一條 我們三條 我知道我是拿那一條 那我要講一下我那天 就是從這三這個三個布條 你們在講 什麼叫陣容殺人 其實呢 我們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有邀請過我們去年的時候 我們談過勞史的問題 是 在去年三月三十一號的時候 有一個三榮通運的呂志偉先生 因為長時間的載送這個 他是送貨的駕駛嗎 對 他送貨的駕駛 送到他是桃園的 三榮通運的員工 載運什麼 載運陣容職業的所有的職財 到他各個客戶裡面去放這些紙 結果他在工作兩年 每天超時加班 大概他每一個月 大概三百零一個小時 這是我們算出來的 那發病 結果就去年三月三十要發病 結果五月二十五號就走了 那這段時間呢 其實從那段執行已經一年多了 到目前為止 就是不管是三榮或正榮 我們抗議多次協調多次 那他都沒有打都沒有來打算 跟我們解決 所以我們最 我們是在 為什麼我們去抗議這個花博呢 那我們要說說 因為在十月二十三號的時候 我們看到螢幕 讓我們跟著非常非常的心痛 就是說三月三十一 三月十月二十三號的時候 抱歉 就是那個申榮侯物館的 第一次的預覽 找了這個林佳龍跟這個正榮通運的老闆 正榮的老闆 一起去風光的揭幕 這個申榮侯物館 說他用了四萬片瓦刃子 那個回收起來 做一個全世界最大的 最環保的一個展館 來對外彰顯 臺灣的這種環保做得多好 這樣子 我們看的時候是非常荒謬的 我們看到那個紙 我們是看到的 那是血和紙漿 那個就是我們當時候 正榮 山榮通運的 呂志偉在載送的紙漿 這些紙漿都是帶著血腥味的 蓋著在 蓋在我們的花博裡面 我們認為 那不是證明了說 我們的林佳龍一直在證明一件事 對 臺灣就是過勞之島 並且還讓我們這樣子的企業 陣容企業在那邊刷 他的所謂的企業點數 他是一個多麼的環保 可是你有想到嗎 他刷的是一個 所謂的血和紙漿這種點數 而且是過勞的企業 你居然 你居然國家的一個大的 這麼大的一個展場 為什麼要讓這個這樣子的惡劣的 日本家在那邊刷他的政治點數呢 刷他的企業形象呢 所以我們看到非常荒謬 一起我們跟家屬討論說 那我們要去 這個所謂的要去提醒全臺灣 不應該讓花博 這麼的好的一個展場 來凸顯 臺灣的農業花卉 這件事 我們都沒有反對這件事 可是你不應該讓一個 黑心企業在那邊 那天我看新聞時 我看到你在衝上去拉補條 然後你很快就被扯下來之後呢 那個林佳龍 其實臺中市長他在致辭 也說他其實還算蠻肯定 你的一些理念什麼什麼的 但是我回到說 有過勞死這件事情的是 是陣容嘛 那你認為說 臺中市在辦花博 然後呢 找了陣容 成立一個叫生農活虎館 因此臺中市政府 要付一部分的林佳責任 對 我要說的是說 臺中市政府在這樣 第一個我們要問的說 請問一下過勞 他在所有的 讓這些企業 來做這邊贊助的時候 請問一下 他到底要不要深加調查一下 這些人對臺灣的勞動條件 到底是好的嗎 我們其實中江協會有提一個 叫做所謂的 執災黑名單 這些執災黑名單 如果他們都是執災黑名單 國家到底要不要讓他來刷 所謂的政治 所謂的企業形象的政治點數 因為我認為林佳龍市長 沒有做這樣的把關 讓陣容企業在那邊刷 他的所謂的企業形象 這是不對的 不過我們等一下會再來談談 而且呢 其實這個所謂的工商過勞死 萬一發生在派遣工 那個問題恐怕會更加更加的嚴重 我們今天花了蠻多時間 在調查之前 布雲瑪事件的時候 那個布雲瑪上面 不是有一個清潔副 他也是派遣工嗎 那新聞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說那怎麼辦 第一個 這個清潔工 他不是乘客 所以乘客有的 這一些所謂的受傷或是死亡的這些撫恤補助 會不會這個清潔工 什麼都拿不到 第二個 他又不是台鐵的正職員工 所以台鐵交通部的這些傷亡的撫恤補助 會不會他也拿不到 不過我們查了一下 看起來還勉強這位清潔工 因為他受重傷 會勉強可以拿到他基本的一些權益 但是我們來看看 上個禮拜 臺北市的勞工局長 賴香玲 被打破了頭 而這中間又牽涉到派遣的問題 臺北市勞動局長 賴香玲 上週遭到前中油派遣工 李明彥持鋼筋 攻擊受傷 留院三天觀察治療 出院時臉上貼著紗布 眼睛仍然浮腫於青 他譴責不理性的暴力行為 也強調不會被打倒 凶險李明彥因為不滿北捷派遣清潔工 權益沒保障 憤而行凶 賴香玲表示 復原後仍會繼續和勞工溝通 我們應該是對這個制度 或結構的調整 要花更多的心力對話 那用這種暴力的手段 還有對我個人的傷害 我其實是也很難過 勞團譴責暴力 但點出流血事件的癥結在於 國家透過假派遣 假承懶徵雇雇 以節省人事開銷 已經到了失控的地步 我覺得這是一個警訊 今天受傷的賴香 他是一個象徵 他是一個政府已經無能到長期 不能解決外包派遣問題 底下的一個象徵的人而已 勞動部長許民春回應 派遣問題無法一夕之間消滅 但會研擬增修條文 規定派遣工必須和同事同工同酬 希望和勞工心平契合 共同解決問題 我真的還要再強調 絕對不鼓勵任何的暴力 真的不要去傷害任何人 你要衝上臺 那個叫言論自由 不過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可能去幫忙給他合成 不然你就來有話好說 好好的講一下 到底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看到底 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正直大家很清楚 我在當菜鳥的時候 我真的搞不懂 什麼叫做定期契約 什麼叫做不定期契約 他為什麼我傻傻 照理說定期應該比不定期更好 定期有一個補償 不定期是不是說 他隨時可以叫你走路 可是不是 不定期才是最好的 不定期是正直的 也就是說呢 永遠呢 只要你不犯錯 你們要違反規定 沒有所謂的重大的錯誤呢 這個公司是不能任意 把你fire掉 當然他如果要close掉 那是之前的問題 正直就是不定期契約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正直 叫做定期契約 那就是一年一聘的 但是你還是聘在這間公司裡面 大部分呢 正直都是不定期 派遣呢 理論上 理論上 但是是純理論 你也應該是這個派遣公司 譬如說1111啊 譬如說104啊 你如果是這個派遣公司 你也是派遣公司的 不定期的正職員工 只是你可以輪流到不同的公司去上班 但真正的實務上呢 是常常一年要換一次約 要簽自願離職書 從新年資歸零 什麼都沒得談 永遠你做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後 你的年資呢還是零 年資呢正值可以累計 那派遣呢 其實可以累計在你的派遣公司 但這個很少發生 但絕對不會累計在要派公司 什麼叫要派公司呢 譬如說國教院就是要派公司 career就是派遣公司 國教院跟career這個派遣公司合作 找了呢 漢征去他們那邊去工作 但是呢 你不可能累計在國教院 你也不可能累計在台積電 不可能累計在公共電視 因為你根本不是這間公司的員工 儘管這間公司直接指揮調度你 升職加薪每個公司都不一樣 有的人三年四年有的點數到了 有的人看你說你表現很好 就給你升職給你加薪 但你如果是派遣的話 你幾乎沒有升遣 幾乎沒有加薪的機會 國教院的情形又不太一樣 因為他又要去比照 國科會的這個點數計算 年假的部分 我們現在勞基法規定 如果你工作超過半年未滿一年 三天年假 工作一到兩年不滿兩年七天 兩到三年十天 如果你的年資是五到十年的話 一年有十五天的年假 十年以上一年再多一天 最多三十天 如果我是要派公司 我怎麼會去聘一個派遣人力 他一年有三十天的假 你去想這件事情 如果我是台積電 我找一個派遣的 結果呢 career或是104呢 派了一個 有三一年有三十天 年假的人來我這邊做 我請他十二個月 他有一個月 只能做十一個月 我要這種人 來補充我的人力嗎 所以換句話說 幾乎派遣公司 都不會派那種資深的員工 到該單位去 事實上他可能也沒有資深的員工 他可能都是只有一年年資 兩年年資的 再來年終獎金呢 當然正值就是看你業績好不好 看公司規定 公司有沒有賺錢 派遣的話 就是看這個派遣公司 跟要派公司怎麼談 很多是有年終一個月 固定就是一個月 不管你好或不好 我請教一下漢真 你有年終獎金 年終有啊 就是一年一點五個月 照算跟公交單位 如果你真的很認真 把這個計畫 做得很棒很棒 也是一個半月 沒有 因為他那個本來就是在原來的那個 我們的簽的派遣契約裡面 就是他其實早在一開始簽約的時候 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有其實他有烤雞 甲等乙等 他的年終會不一樣 所以你們沒有這件事 對我們來講 甲等乙等跟丙等的差別 是在甲等的話 你就是隔年 繼續做 不只繼續做 他可以幫你調薪一級 就照狗科的計畫 就調薪一級 大概大約是一千塊左右 OK 如果是以等的話 就是原薪留任 OK 啊並等就是解禁 對 所以他國教院有一套 考核的制度 但是不會影響到你的年終獎金 年終獎金的部分 你只要能夠做到 年底走的話 他都會給你 了解 所以這個就是最大的情形 如果你是正職 就是看那間公司怎麼規定 如果你是派遣 就是看派遣 跟你跟那個要派公司怎麼規定 通常都是一個月 好的 大概一個半月 再來呢 工商價 勞基法規定呢 如果因為工作受傷 最多最多呢 可以清兩年的工商價 那這兩年內薪水要照給 如果兩年內呢 病好了 回原單位 病好不了了 這間公司呢 就發你四十個月的平均薪資 那就再見了 拜拜了 如果你是派遣 理論上也要遵照勞基法 但如果你是派遣 你出了事 出了重大腳斷掉要幹嘛的 你去想派遣公司 真的會給你兩年的薪水 然後你就不用做事嗎 兩年之後 你還可以回原單位嗎 或者是說派遣公司 有可能給你四十個月的薪水 來跟你解除勞固關係嗎 所以當派遣公 一旦發生工傷的時候 絕大部分 他會用各種形式跟你解除 勞固關係 再來呢 因公死亡 然後我們勞基法是說 商障費要五個月 再接下來死亡補償 四個月 總計四十五個月 如果你是正職因公死亡呢 通常好一點的企業 大一點都會比這個好很多 如果你是派遣 又是因公死亡的話 說實在我不太相信 多少人可以拿到四十五個月的工資 資遣費 一年年資 就是拿一個月的月薪資遣費 十年就是拿十個月月薪的資遣費 這個都是一樣的那個勞基法規定 但同樣的派遣拿得到嗎 育嬰流庭 你在國教院可以育嬰流庭嗎 我有 你有預應流庭 我兩年前的四月到十二月 就是申請預應流庭 就是從那一年回國教院以後 才感覺到好像有被異常 調職這樣 異常調職 對 ok 所以如果是預應流庭呢 正職當然都是保持 根據勞基法或是公司的規定 那有些公司比較好 他比較在意他的人力資源 所以你如果要出國去念書 或是在臺灣唸說是念博士呢 通常他也會給你留職停薪 有些公司啦 但你如果是派遣的話 你要申請預應流庭 或者是所謂的念書留職停薪 很困難 勞退的提波呢 那正職當然老一點的員工 有救治啦 現在幾乎所有的新的員工 都是六趴提波 就是勞退新制 那派遣理論上也要六趴提波 這個我覺得爭議還比較小 現在的派遣公司 都會給六趴 公司呢 就是勞基法規範 我請教一下那個秘書長 是請 如果這個問題是這麼的嚴重 而現在政府看起來 又沒有所謂的很清楚的 要立一個派遣專章的旗程 儘管這是蔡總統的承諾 是 這個問題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的話 如果在規範上沒有一個完整的制度的話 我目前會比較是所利用工會這種團結權 然後慢慢去爭取 該有的權利這樣子 派遣有工會嗎 派遣有工會 我們就是成立一個 所以你們是叫派遣的產業工會 是 所謂的產業工會 可能就是 也許是那個 譬如說公共電視啦 華視啦 不同的公司 都可以去參加你們的工會 是 是 那這個工會會幫派遣什麼事情 一般來講的話 至少在勞基法的適用上 會給予基本的一個底線 工會會幫這些會員 派遣工呢 去跟派遣公司或是要派單位呢 依照現有的法令 可以適用的法令 去爭取該有的權利這樣子 秀老師你的看法 透過產業工會 因為職業工會 因為企業工會成立不了嗎 因為你根本不是 企業工會 絕對不行啦 因為你企業的話 例如說派遣公司 因為我們講說派遣公司 可能是很小的單位嘛 他隨時可能開始 隨時可能倒閉 這個無從控制 那你企業倒閉 你就沒有企業工會 所以我覺得成立 產業工會是一個非常 正確的一個方向 因為他只要在這個派遣產業裡面 像剛剛講Curry 他就可以參加這個工會 所以他不會因為公司他導貨 或者是怎麼樣 影響他公會會員的身份 他都是可以成立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這種情況之下 那例如說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勞動權益比一比嘛 這個表真的是很經典啦 我一髮東西都列上去了嘛 例如說經常年年換約第一個嘛 可以經常年年換約嗎 有多少派遣勞工知道自己是怎麼離職的嗎 什麼叫做發給你自願 那個自願離職證明書 自願離職是我自願 怎麼會是發給我呢 所以像這種很嚴重的問題的話 有公會出來 就是說欸 師兄啊 這個自願離職簽一下 這樣子明年就可以繼續在台中農總座啦 不想做那就不要簽啦 對對對 這個叫不叫自願 對 這個是問題嘛 怎麼會是自願 我沒有 我沒有決定的這個自由的空間嘛 可是問題是民法上又沒有說 他沒有脅迫你 又承認他 所以變成說你這種卡在這種情況之下 才會真的是有年年換約 所以我覺得我們製作單位非常用心 寫得很好 就是直達那個核心 有這種一個狀況 因為你如果按照那個勞基法 或其他的這個也不能換約 但事實上都在換約啊 對啊 因為依照勞基法的話 第一個你應該是不定期契約嘛 因為我派遣公司的這個工作 就是把勞工派遣出去 讓他提供勞動力給要派公司 這是我一個經常性業務 我應該不定 定立不定期契約 那如果我要定立定期的話 必須臨時性 短期性 季節性 特定性四種 我才能夠定立定期契約 那這種情況不符合的話 其實根本就不能夠年年換約啊 所以回到剛剛的問題就是說 產業公會這時候能夠幫勞工出來講說 我要幫你爭取 不要再被要求拿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因為我一個派遣勞工來講 可能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力量嘛 所以公會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他在我們就是說 我們剛剛談到那個法令之前 我覺得臺灣目前勞工 可以自救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對 我這樣講我們具體舉例 譬如說現在應該很多派遣公 在看我們這個節目 他就是派遣公 他就是每年必須被迫簽一個自願離職書 或是要重新再換一個月 或者是說短暫的離職 那重新再回聘等等的 他可以怎麼做 他加入你這個產業公會 對他來講 有什麼實際直接的幫助嗎 假如是說他願意加入我們公會 然後相信我們公會的努力的話 一起這樣去爭取的話 其實以在中榮的這個成果來看 能夠爭取到年資回縮六年的話 怎麼說就是至少是突破一個突破了 對他現在是現有法規 因為他定期契約濫用 那其實在法院的一些實務上 其實他都還是會看說 你這個工作是不是一個持續性 繼續性的工作去做實質審查 或者說他從那個相關那個工程 採購契約去瞭解說 那你是不是應該是要簽不定期契約 那公會就會幫這個會員們去注意到 相關的法令 甚至會徵求一些更那個專業的一些人士來幫忙 但是漢村我聽說你勇於表達自己的處境跟意見 會不會說我參加你的這個產業公會之後 我不但沒解決我的派遣問題 我連原本的工作都沒了 依據公會法三十五條的話 他當然不能那個不利於會員待遇禁止原則 你不能對會員有一些可能解雇調職 甚至就不續聘類似這種 但是你用自己的經驗怎麼樣才可以保障自己的權益 只不過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對 因為其實我是上個月加入這個工會的 我其實加入這個工會喔 某種程度上也是被迫的 對啊 因為我這兩年來喔 真的是 對啊 因為從那個兩年前的那種疑似 這種不當的這種調職 然後到去年的這種這種大局的這種解聘 的這種動作 然後我去替同仁爭取這種非自願性離職 就像主持人說的 黏命做記憶 然後呢 今年呢 就被 剛好因為跟中心的一些那個常態性業務的主管 有一些那個不同意見 對 因為我替大概大約二十個跨計畫協助的同仁 去權益去做爭取 結果呢 就被收到一張懲處建議 然後這個懲處建議呢 你要懲處建議沒關係 你又讓我去申付也沒關係 我申付十五分鐘 結果你現場沒有人有任何意見 最後你生出來這個懲處建議呢 用的是什麼 無辜 跟公務人員考基法 還有公務人員考基法實行細則 不是 你是career的員工 他用公務人員考基法 那你讓我去申付 明明就有辜 怎麼無辜 更換你引用了這個 然後你 然後結果我們 我就去找我們的院長 跟我們的主任 我說 你這樣子沒有司法性上面的問題嗎 結果我們院長跟主任告訴我說 沒有 我們這裡呢 對你沒有指揮權跟監督權 你的責任在派遣公司 所以我們這一張呢 只是提供建議 不過可能做一些說明 今天邀請漢真來 其實主要是要凸顯派遣的問題 但是如果您跟國教院之間的一些 所謂的那個勞固的一些糾紛的話 因為現在也沒有聽到國教院的說法 我們也歡迎國教院 其實如果說你有不同意見 根據公事法 我們必須提供相對等的時間做 你讓您有一個澄清跟回覆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兩年前三四年前 已經三四年前 二零一四年 在立法院有一個派遣勞工保護法 專法的草案 但是這四年來呢 還是草案 也沒有看起來明顯的進度 選前蔡總統說呢 要立一個派遣法 或是派遣專章來保障派遣勞工 前一陣子呢 我們的勞動部長許明春 他說這個立這個法 不見得會保護到勞工 可是後來勞動部又改口說 還是要去實踐所謂的派遣立法 我們來看看 原本的派遣專法草案長什麼樣子 該不該支持 能不能幫助到派遣勞工 第一個概念是說派遣公司 要跟派遣勞工定不定期的勞動契約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我是國教委員 你是career派遣公司 你是勞工 你跟他要訂所謂的不定期 長期的正式約 跟我沒關係 儘管我這個缺 是一個長期的 或者是一個短期的 你都要跟他訂一個長期的約 那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子呢 恐怕很多派遣公司跟派遣公 都是訂一年的約 再來呢派遣公司 如果積欠工資 譬如說career沒給他錢 國教委員要負責給 這個概念是這樣 派遣公司積欠工資 要派單位要負幾負責任 派遣年資滿一年 有權要求轉正職 但是你有權要求 對方有權拒絕 這不是在這裡 漢正你有權要求我國教委 把你轉正職 我國教院也有權力說 可以或不可以 再來呢 這個就比較沒有爭議 十六歲以上的派遣公才可以 十六歲以下不可以 派遣跟正職要同工同酬 這個可能在國教院問題不大 因為這都是比照政府的那個 給付制度 當然在一般企業 那就差很多了 同工同酬的問題 現在派遣跟正職差很多嗎 對如果以中榮來講的話 他院內的傳送員跟外包傳送員 以我目前所知差了一兩萬塊 有 將近兩萬塊 都是在送病例 對 工作一模一樣 是 對 如果是派遣拿多少 派遣就拿基本幾薪 兩萬 兩萬二 兩萬一這樣子 然後據那個資深的同事 他們都會有交流 就是說院內的傳送員的話 好像是在三萬六至三萬八之間 ok 對 ok 這個是等一下 我們再好好談 同工同酬 這也是蔡總統一直強調說 必須讓派遣工跟正職工同工同酬 再來呢 基本上這個概念 是要用所謂的負面表列 但是許多勞團都說 你一定要用正面表列 什麼意思呢 負面表列是說 醫事保全航空 遊艇 動力 小船 駕駛 大眾運輸 駕駛 採礦等等 這七項呢 不可以派遣 什麼意思 其他都可以派遣 愛怎麼派你家的事 正面表列是說 你只有這個這個這個 是可以派遣 其他通通都不能派遣 這是完全立法目的 跟精神的不同 再來呢 現在好像卡斯在這邊 之前的那個朝案是說 一間公司如果一百個員工 了不起你只能聘三個派遣工 最多不能超過三趴 但是資方說 你要叫我去死嗎 至少我要好幾層以上 我再請教一下邱老師 第一個 這個法如果過的話 能不能對現在的派遣工權益 有些保障 第二個 如果不該立這個法 會不會使得現在派遣工的問題 更加嚴峻 好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 因為這個派遣專法這個 我們看到這版本是二零一四年 我們二零一四年 因為我今天有帶專法來 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邊有提到說 派遣勞工工作滿一年 有權要求轉正職 可是大家看說 那個這個朝案的第八條 他有講說 要派單位 他收到派遣勞工跟你講說 我想跟你變正職 結果要派單位可以說 我不同意 請問一下有哪個要派公司會同意 所以這個權益 這個保障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講說 派遣立法有兩大核心 第一個你要保障派遣 是一個短期的一個人力 派遣對勞工的影響很大 所以你不管看哪一國立法 他一定是要短期的 結果這個法裡面 唯一保障他不短期 是一個沒有效的法律 所以這個已經等於說 兩大支柱之一已經垮了 第二個我們講同工同酬 他有但說 他說基於那個 績效工作經驗 或其他非因派遣勞工身份 之正當理由者 不在此線 表示他有但書的一個排除條款 所以變成講說 我們講短期的一個部分 跟同工同酬 在這個法裡面其實是沒有落實的可能性 而且我們看喔 如果看派遣專法這個地方 那我們看其他國家的一個 一個經驗 例如說我講德國好了 德國有沒有訂那個派遣勞動專法 有訂 他訂了同工同酬 他訂了 那如果真的去執行會怎麼樣 現在德國全部都是假承籃 你去落實這同工同酬 他沒有利潤可以賺了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派遣的本質 他就是一定要讓勞工 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才有利潤的一個空間 所以你認為這個所謂的派遣專法草案 不但沒辦法保障現有的派遣工 反而是讓現有的派遣問題正當化合理化 而且他可能會引導到那個 假承籃的問題會更嚴重 其實我們看那個中榮的案例喔 中榮他們勞工簽了 因為以前是承籃 像以前是派遣現在變承籃 就是因為我們在現行法裡面 像性別工作平衡法等等 其實已經有保障派遣勞工喔 所以這部分已經跑到那個假承籃去了 而且我們派遣專法很重要 他沒有訂立派遣應該是短期性的 這個沒有訂 不過剛剛邱老師一直在講 承籃我們來看看第四張那個CG 我們少列了一籃 叫做承籃 這張有列沒列都一樣 因為全部都是差 什麼都沒有 如果你是承籃就是說兩個 譬如說我跟漢貞 我是國教院 我們兩個是合夥人喔 我們一起來做個案子喔 你是自己的僱主喔 所以我也不用負擔你勞健保 六趴提搏也沒有 更別談什麼病假年休 什麼假都沒有 也別談什麼加薪 什麼傷障補助 什麼補助 通通都沒有 因為你不是勞工 你是自己的僱主 這個叫做承籃約 但是呢 現在除了之前我們談到說 那個假派遣 真僱用之外 現在更大的問題就是 假承籃 真僱用 然後呢 雇主什麼 雇主的責任 都不用付 我再請教一下光萬 然後回到派遣工 勞工權益 工作傷害 整個勞工的價值 派遣制度 該怎麼解決 我覺得派遣 我是用執災 來看派遣的問題 我覺得派遣 基本上如果你看 看派遣發生的話 其實第一個就是 剛才有談到的同工同酬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發生執災好了 他的醫療費同工的人 譬如說現在很多派遣的員工 都是用兩萬兩千塊 可是正值的話 可能是三萬三萬六 如果你發生執災的話 你休養期間的話 你大概就只有兩萬兩千塊 那我剛才要吐一下 小小的草 工商併駕 其實不是說兩年最多 勞基法就是說 兩年之後呢 雇主呢可以來選擇 給他四十個月的 原領工資來買斷 以後的工資補糖權 但是工作權還是在的 所以他工作權還是在 可是呢 可是我看到的是 很多就是給你四十個月 叫你走人 對 所以那個是違反法令的 違反勞基法 那是違反勞法令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跟 我講的是 連正值勞工都是這樣 跟他派遣 我講說跟派遣會有個關係 派遣基本上 如果你要去休養一年之後 我們公共協會 曾經有個案子 他是因為發生執災之後 他是一個派遣員工 他休養 因為他跟公司簽一年 一年的約 結果他休了一年多 這個時候雇主呢 他說好啊 我按照勞基法給你每個月薪水給給給 結果給了一年 給到一年的 第十三個月的時候 他不給了 他說我 問了我們的法專 他說我們只要給醫療費 就好 所有的醫療費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已經雇佣官司終結 所以我沒有付工資的己負責任 哇 這個問題大了 那未來這個勞工的生存權怎麼辦呢 後來我們去打打官司 結果你知道法官是主張什麼 誰對呢 你覺得 如果你信賴我們的臺灣司法 你會講 結果法官認為 他認為那個公司對 為什麼 因為他的雇佣關係已經終結 所以沒有薪資的給付責任 所以我們後來呢 只能拿到微薄的醫療費 那這個時候 不是要逼他去死嗎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如果是這 我覺得我們看到了一個 這樣子的職災勞工的 派遣的職災勞工 一個很大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解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責任的問題 責任是什麼 派遣公司基本上 要派公司呢 可能都是臺大氣粗 也不一定 但是派遣公司基本上都是中小企業 如果你想嘛 如果呢 是一個職災勞工 他如果死 如果斷手斷腳 我們算過 斷手斷腳平均 大概就是如果民事賠償了兩百萬 那這種公司 大概就是五十萬 就起家了 請問一下這個公司 農就讓他投就好了 這個公司被關掉了 對就是這樣 所以他這個派遣 基本上就會這樣 這個時候就逃掉了 他這個 這個要派公司的責任 那我想這個就是要派公司 早就已經計算好 在他的勞動力的成本裡面 他算說 他把職災的風險 完全外部化 那這個我們怎麼會同意 那我要回 回來說 老實講我們 完全不同意派遣法 這件事情上 那也是蠻有趣的 既然我們的這個蔡英文 居然敢在他的勞動的六大法 裡面把派遣法立成專章 這明明就是把這樣子 我們勞動權益給違法的 給合法化 這件事情上 我想在當時候呢 其實他在選舉的時候 沒有人去挑戰這題 不過官員跟邱老師 你們兩位都很明確地說 你們反對立這種派遣專法 專章 但是我想問 那如果說勞動部 立法院 或是蔡總統 行政院 通通都什麼事都不做 問題會更好嗎 應該這樣 我就是說 我 我反對派遣的這個立法 立專法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嘛 立法是一個迷思嘛 第一個臺灣沒派 真的派遣 這個我剛剛講 這已經講過了嘛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到底現在臺灣的政府 立出來的法 會不會保障派遣勞工 還是會讓派遣更加增長 這是質疑的嘛 所以我反對這樣立法 這樣的立法 我不是說反對一切的立法 例如說那個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最新的新聞 勞動部可能前幾天有提到說 他在不同的法律裡面加 這個我是贊成的 例如說性別工作平等法 裡面有規定 要派公司 他的性騷擾的責任 跟派遣公司是一樣的 這部分喔 視同僱處責任 像這種我是我是贊成 因為這個真的有去討論 派遣勞工的這個保障嘛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沒有立專法的必要 但是我不覺得沒有保障派遣勞工的必要性 所以我覺得要做兩個一個區隔 而且還要 我覺得一定要補充一點就是說 派遣勞工保護法裡面 裡面包裹多少 是保障所謂的要派 要派公司跟派遣公司的利益 他包裹起來立法 那派遣勞工的權益 到底佔了多少 我們剛剛看到同工同工是假的嘛 轉正值也是假的嘛 那有什麼是真的 就這樣派遣膨脹是真的 那我當然反對這樣一個立專法 所以在現行法裡面 勞基法等等相關 或職在勞工保護法 立的話 我覺得這個短期 我們還正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在上個月的時候 不用嘛 翻車出軌 車上有一名清潔工 他是派遣工 那新聞剛出來說 那個派遣工可能什麼都拿不到 因為他又不是乘客 又不是台鐵的員工 不過我們今天花了很多時間 去問台鐵 幸好這間派遣公司還算大間 他不可能拍一拍就倒閉 然後他也有投保保護 第三責任險 那台鐵呢 在這麼龐大的輿論壓力下 台鐵也承諾 儘管這名清潔工是派遣 不是台鐵的正職員工 但是呢 他也會第一個 所有的補助賠償都是按照乘客的標準 第二個呢 會用另外的方式呢 給這名清潔工合理的這些工商 以及工作權益的保障 我們來看看 從不用嘛事件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萬一出了任何的狀況 你不是這間公司的正職員工 如果你好運一點 遇到好的公司 壞運一點 恐怕你什麼都拿不到 來 我來 不要這個 不要 普隆馬列車上個月發生嚴重出軌意外 受傷名單 包含一名台鐵外包的車廂清潔人員 事故造成他的氣跟肋骨斷裂 和肝臟撕裂傷 原本家屬擔心受傷家人 因為不符合旅客身分 可能沒有理賠 台鐵之後承諾 會協調外包公司 以旅客的標準 全額支付其醫療費用 為了節省成本 許多公司企業常常會選擇 把行政雜物外包給派遣公司 如果派遣公在工作時間發生意外 責任歸屬卻非常模糊 像是台大宿舍去年發生破算案 一名女性宿舍保全也受到波及 卻因為不是直接聘估於台大 最後校方表示 無法以公務預算支付相關費用 僅能以募款名義協助保全 台大公會指出 學校應比照編制內交職員 確保派遣人員免於遭受身體或精神的傷害 派遣公司往往因為規模小 非典型 游走在法律邊緣 派遣公如果遭遇職災 根據勞基法的框架下 目前也僅限於派遣單位的責任 要派公司並不需要負責 文化大學教授李建宏認為 因修法要求派遣與要派公司 共同承擔責任 讓派遣公的工作權益 更受保障 我們查了一下 針對這名五十七歲的清潔工呢 他是斯巴克公司的派遣工 所以他不是台鐵 儘管他是在做Buyuma的清潔工作 他做的是台鐵的事情 但是他不是台鐵的員工 他是呢這個派遣公司 斯巴克公司 台鐵說呢這一名五十七歲的派遣 清潔人員 陳霞歐巴桑呢 那因為他是重傷 所以呢比照一般旅客處理 第一個支付所有的醫療費用 那如果是診斷為重傷的話呢 理賠兩百四十萬 那清傷最高是六十萬 這個是比照旅客的部分 那所謂的雇主的責任是什麼呢 斯巴克公司說第一個有按照 勞基法的職災補償 那醫療會給工資 然後呢雇主第三有保的這個第三 責任險的理賠 還有員工的團體意外險 再來員工服委會的互助金 我再請教一下那個士清 那我這個其實算是比較好 一點點的情形 可是我們可以舉出更多 發生職災 如果是正職 他的福利權益是這樣 如果你是派遣什麼都沒有的情形 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這問題的話 如果是以現行的制度 我覺得是蠻棄手的 因為可能因為在雇主認定上 會有一些奇異 那如果說以 如果能夠像斯巴克公司 在契約上我們認定說是 他是形式上的雇主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是依法跟他請求補償 那如果說我們還有另外條線 就是拉到說一個連帶起伏責任的話 是不是排鐵這邊也要跟著連帶起伏 這樣不過再請教一下官萬 就是這又是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先來看看賴清德賴院長 承諾兩年內工部門政府機關 所有的派遣要歸零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很明顯的一個趨勢 黃色這一條呢是工部門行政機關裡面的派遣人數 從一萬多呢降到一百零七年 就是今年第二季七千五百多派遣確實在下降 可是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個承攬的人數節節上升 政府現在用另外一個取巧的方式 降低派遣變成承攬 我們剛剛講承攬是更加更加不負責任 更加壓榨勞工的一個勞動形式 這是一個但我們再來看看之前 包括蔡總統的態度 蔡總統的勞動政策說要定派遣勞工專法 第一個同工同酬第二個要銜接成為長期穩定就業 公部門運用派遣要逐漸的減到最少 當時郭芳玉呢就說呢 這個派遣勞工保護法草案 但是呢因為比例到底是三趴 到底是幾趴呢勞資橋不攏 所以沒有辦法通過立法 勞動部長許明春呢在上個月底的時候呢 他說宣示公務機關零派遣 但是呢如果是立專法就好像讓派遣工永續存在 因此不贊成這時候很多人說 欸那蔡英文的那個證件 是不是挑票了呢 所以勞動部趕快過了兩天之後呢 再訂做一個新聞稿 說呢派遣勞工的保護專法是最終目標 然後呢各界的意見呢 還是沒有辦法得到共識 不過呢會在其他的法來去訂 我再請教一下光萬啊 如果不訂專法 真的對勞工是比較好的嗎 我認為勞機法的部分 其實就是勞機法的話 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是 我們國家沒有依法的 把這些壞老闆給抓清楚的問題 勞減的問題要給了他們那麼多工具 沒有把這種惡老闆抓清楚 要再修一個把勞動條件再彈性化 我覺得他沒有正當性 給勞機法已經是這樣的 你為什麼不執行好一點 如果你執行好一點的話 再來討論說 是不是有那個必要性 但如果我們很務實 他就是沒辦法好好執行 好好勞檢 那我們怎麼可以把這個 所謂的違法的事情 把它合法化呢 我也沒聽懂 為什麼可以把非法的事情合法化 那這樣這個是我們執政者 這樣的擔當嗎 如果執政者是這樣的擔當 你就勇敢的說我沒辦法 我帶領這個國家 我沒有辦法把這個非法的事情 給做好那你就下台吧 那些勞生的勞老師跟我們講 老實講我認為當時候的阿春部長 那樣說基本上是蠻蠻負責任的 可是沒想到還是為了選票考量 我覺得那個選票考量 背後還是在處理的是 中小企業的勞動彈性的問題 還想要用這個 讓他們更彈性 避免跟這一次這個 我們的功德院長 最後把勞機法修 都在對他的金主說 哎呀我的勞動彈性 雖然我的一利一休給你 但是我的勞動彈性 我還是會盡量的來給你 我覺得還是要面對這次的選舉的問題 派遣工會你的立場 該不該立專法 這個立場的話 說起來會動輒得救 其實我也一直在學者跟勞團的一些前輩 請教意見 那假如是最理想狀態 當然就是直接雇佣 我絕對是最強調 這絕對是公部門 以直接雇佣為原則 那可能就是目前面臨這樣的狀況 可能就是說 直接雇佣在短期內 短期內可能沒辦法 達成這樣的一個百分之百的目標 那像邱老師講的這個 散落於各各個法裡面 我覺得也也很好 那立專法的話 我覺得正向表列的話 是很重要的一個基礎點 就是只能合法的 讓哪一些行業是派遣 其他通通不准 那因為我覺得有些高階的人 那個技術性的東西 是可能可以用派遣 那因為這家公司短期內 可沒辦法培養一個 不過我稍微補充一下 剛剛邱老師跟光萬都一直談到說 明明不合法的東西 為什麼要立個法 讓它合法化 不過這個可能要從這兩個部分 來談我們勞基法第九條 講得很清楚 你這種有持續性的工作呢 就應該是正職 就應該是不定期 所以那一種所謂的 只有短期的季節的 才可以用不同的形式 那行政院以前的勞委會呢 九十八年的時候 也做了一個函視 有繼續性的工作呢 應該是不定期 所以你不可以去簽一個定期的契約 也就是說現在絕大部分 在我們還沒立派遣專法之前 絕大部分的派遣工 跟派遣公司都違反這兩個 對 一個違反勞基法第九條 第二個違反勞委會以前的函視 這也就是說 你至少先把這個東西解決掉 對 現在那個派遣工會 要打一個訴訟 就在確認這件事情 就要確認說派遣勞工跟派遣公司 簽的一定要是不定期契約 所以這部分是貫徹 勞基法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訴訟可能 今年度可能會出爐 我希望能夠奠定這個原則 所以這也是我們強調說 加入公會的一個重要性 因為公會幫勞工提這個訴訟嘛 所以勞基法很基礎的一個權利 還是希望派遣的杯哥 可以找一種 五方辯論交鋒 精彩可齊 公司全程提供手與服務 網路直播 2018台北市場選舉電視辯論 11月10號 週六下午一點 請鎖定公共電視 南向豪宿斌 短片徵選活動開跑囉 曾經你的印象都不算數 現在用你的角度創造新印象 台灣與南向豪宿斌 邀請你用鏡頭挖掘 感動彼此的點點滴滴 即日起到11月12號時 搜尋新南向 新印象 首獎獎金20萬元等你來挑戰 我們三不五時都會遇到一些困難 煩惱和疑惑 需要建議指點 這些日常生活瑣事 也可以請尼采和佛洛伊德大師 為您指點迷津 幫忙解答 不再為小事抓狂哦 均款1500元 獲贈別為小事抓狂書兩本 詳情可掃描QR Code公視網站 互播02-2633-2000轉9 每天早上都最起碼會喝一杯咖啡 就覺得有喝咖啡是那種 工作的開始的感覺 很多人的一天都是像這樣開始的 號碼142號 號碼144 號碼154 從電力商店的咖啡來講 以西地咖啡來說 它一年的消費的量 就達到三億兩千萬人付 出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